馬來西亞遊客克爾曼 1月27日發布影片說 他和家人去到日本旅遊時遇上大雪 他興奮地撿在地上的雪球來吃 結果他在之後8天出現了多種症狀 包括嚴重感冒、咳嗽、發燒、全身酸痛等病症 不能好好享受旅程 他因此警告網民千萬不要吃雪 《華盛頓郵報》曾經報導 在落雪的過程 雪會吸收污染物 包括殺蟲劑、燕灰、水銀、甲醛 報導指 雪中可能含有癌炎、泥、動物的排泄物 人類進食受污染的雪可能會引起身體不適